今天跟大家聊聊市场动态 最近连中央电视台央视都已经报道了加密货币的消息 大家现在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来关注加密货币交易的最新消息 香港证监会今天宣布 香港虚拟资产交易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6月1号起香港证监会将开始接受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申请 香港将于6月1号开始 开始给加密货币出一些相关的政策 新的政策利好政策 然后还要给一些交易所颁发一些牌照 这就说明香港的居民 一般的人都可以通过交易所来进行购买这些加密货币了 一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今天跟大家好好分析分析 这些利好消息会怎么影响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 非好不得说 Let's go Are you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眼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下面赞点烂 好吗 然后我今天所说的东西 不可能和投资建议都是我个人分享 首先这次的活动 其实还要从上次的web3的香港嘉年华开始说起 在前几个月 香港举行了一个web3的嘉年华活动 香港的财政司的司长 也是亲临了现场 也发表了讲话 对web3的发展表示了大力的支持 然后之后的话 会强力的推出一些非常好的利好政策 当时的话也发了什么香港的NFT 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慢慢的在做 这当然是一个对整个市场非常利好的一个事情了 但是其实作为一个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 现在其实是在跟新加坡来做一些竞争 因为在亚洲的话 大家都知道金融中心的话就是两个点 对吧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新加坡 做金融非常自由 自从新加坡 我发现从上次去年的新加坡2049的加密的 这个crypto event之后 我发现了新加坡对整个加密行业的话 非常非常友好 所以大量的外资 大量的钱涌进了新加坡 这时候香港一看不愿意了 对这个想在整个亚洲 作为老金融界老大的香港 然后说不行 新加坡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是不是就打败我们了 对吧 所以现在要赶快把这些东西都开放 吸引外资进来 香港其实说实话 他做到这里的话 其实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允许了 肯定是已经点过头的 香港作为一个试点 先来开放 先试一试 看能不能引起一波新的外资进来 引起一波新的website的消费 website的创新 website的给带来一些工作机会 对吧 能把这个东西在金融再盘起来 再盘活 这个时候加密货币界的大佬 CZ赵长鹏 他退以来出来讲话了 说是非常看好 这是一个牛市的重大信号 CCTV2开始报道了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知道CCTV其实在国内 基本上是国民性的电台了 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是有非常大的曝光 对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信号 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让很多的能力的 在国内的人 在中国大陆境内的人 可以通过自己的香港账户 去购买一些加密货币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利好的一件事 然后之后 CZ又发了一个说是 有一个关于互联网的3.0的白皮书 我不知道它在哪拍的 里面有详细的目录 包括website的一些整理 其他国家对website的这样一些的发展 支持的态度等等 这些东西全都放在里面 这个已经被中国政府 已经拿出来作为一个讨论的 这样一个话题了 然后现在只是把香港打开 看看怎么样 如果好了的话 之后的话 看看能不能再多开放一些地区 其实很奇怪的是 我觉得中国政府 可能在上一个牛市的时候 大量的去打压这些加密货币市场 和乃至于这个矿场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在上个牛市2021年的时候 基本上很多 可以说百分之 几乎百分之九十吧 所有的矿场基本上都逃离中国了 因为那个时候 你只要敢在那儿挖矿 就直接请去喝茶 对吧 有可能直接进去了 所以很多人都已经跑走了 现在又来一个180度大转变 我不明白 它到底是下的是哪一盘棋 到底它的打算是什么 我们会想一想 为什么它开的是香港 而不是开的是其他地方 比如说上海或者深圳 首先觉得香港 作为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 其实是非常容易去开放这些东西的 在中国大陆的话 可能就稍微比较难一点 香港又作为一个亚洲金融中心 对吧 整个现金流 整个资产都是在那里 对吧 所以钱就在香港 更容易去用香港去开发这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市场 还有一个就是说 去年也去过一次香港 也跟香港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朋友聊过 香港的本地朋友告诉我 就是说现在的钱 外国人的钱 就是外国人的资金 基本上很少不想要进入到香港 因为政治政策的问题 所以他们都不想把大资金流入到香港 很多都流入到新加坡 这样的话就使到香港的资金储备 就是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顾虑的地方 所以他们想要继续让香港有更多的资金注入 这样的话整个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想通过传统行业以外 打造一个新的新兴的这样一个市场 看能不能吸引一些外资进来 第二的话有了这些东西的话 我刚才说了 可能有web3的创业 web3的新项目 这样的话也更多的会吸引一些香港的人才项目 比如说其他地方的人才会 大家都跑到香港里面去创业 去提供就职岗位等等 也会创新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他们更多也是为了人才的一部分 这些加起来的话 在目前为止来看来 最适合发展web3的这样一个地点 现在香港的态度 基本上是从6月1号开始 已经开始要给这些交易所挂牌了 现在我知道的话 有很多交易所已经开始都申请了 基本上有很多 也是跟香港政府关系比较好 他们的话基本上也都是可以拿到交易牌照的 交易牌照 比如说像OK OE这种交易所 如果你想注册OE的新账户的话 在下面我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里面 可以点击注册OE的这样一个新的账户 然后新注册的用户 也还有返佣 他们之后都会在香港注册以后 香港普通的居民 都是可以通过这些交易所来进行购买加密货币 其实跟澳门的赌场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跟赌场颁发了牌子 在澳门赌就是合法的 对吧 如果给这些加密货币的交易所颁了牌照 香港买就是合法合规的 没有问题 个人觉得的话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而且最近其实一些 像相关板块的这一些概念的币 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比特币 也是涨得非常疯狂 但是能涨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以长远来看 以长远的角度来看 这个一定是非常大的利好 尤其是到明年 比特币又将迎来的减半 大家都知道迎来减半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牛市又离得不远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最好 入场的时候 慢慢开始买的时候 做定投的时候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自己也在 每个星期我都在做定投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节目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一个赞 把下面赞点烂 好吗 然后你有对香港这次的开放 有没有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利好 还是大利好 在下面留言告诉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不会错过任何发片和直播时间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了 拜拜